今天来佛山吃竹星面 说到这些东西的话 大家在印象中是一个小铺铺 这家店不是的 这家店的具文和我不同 是一家很潮的 看到了 杀人生于这个地方 称呼叼孔 有个人不穿衣服 对面的叔叔看到他很害怕 为什么对面的 这家店在楼下吃炸鸡 楼上吃云吞面 这家店拆了楼上楼下 这个有意思 你真的不看不觉 你真的走到这一部分 你以为去了鸿曼星城 这边又零零射射弄两张云吞面 还要放进去 还要放进去 这集好像是做窩吧 不,通常有这些位置我吃不到饭 我去全程煮 谢谢 是,数码是怎么吃的 数码 牛三宝有很多人喜欢吃 云吞面有鲜虾蟹蟹蟹蟹蟹 最多人喜欢吃的 最多人喜欢吃的 来到这些地方 都是很年轻化的 也不是很适合唱歌的 让我们这些年轻人 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你要不要买鸡呢 大家都是几个小时 肯定会电过的 小时都应该玩过的 但是这些全都没有开机的 老板又没有说可以玩 应该都是给大家看一下 就没有乱逗了 这些粉丝就知道 新出的一种 最近新出的 龙珠的新型态 一看就知道 老板 肯定不喜欢黄蟹蟹蟹 又要有钱 又要有地方 才能买到这么多 手饭的方 你以为你是非你 你以为你是非你 老板子也有 人家看到这里 一看下去就有点好玩 很珍重的地方 但是其实我们始终都是要来吃东西的 都要试试那些年轻人 到底行不行 如果不行的话 还是没有面秘的 好啊 谢谢 我们下 row的鱼蟹蟹炸弐 好啊 上菜的时候 有点不感宫 5分钟事情不多 但是要多一点 因为最后我们已经在这儿 怎么办 牛三寶 上面有很多榨蒜 红葱头 像日本饭团的 就这样吃一下 很调整 炸蒜落后的味道就是调整的风味 这款牛腩和我一直吃的牛腩的风格是不同的 它是不够香 浓香的程度不够 我要先吃一份萝卜 早前我吃了一餐200多元 四碟仔的牛腩 萝卜很美味 萝卜要批四至五 才能吃到没有渣甜的萝卜 但萝卜很久 萝卜很像 萝卜很浓 萝卜很酱 萝卜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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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吵 不要这样 吃了 要看电视 雲吞面的面还没可以 但雲吞已经炒起了 可以了 鱼蛋 鱼蛋就是潮汕鱼蛋 我就是潮汕鱼蛋 鱼蛋很有弹性 鱼味一够 你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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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蛋 鱼蛋很有弹性 很阻碍 每一条都很分明 要求他每一条都很分明 在鱼蛋的鱼蛋里面 鱼蛋有鱼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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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 Hal 外的鱼蛋 鱼蛋不和鱼蛋 牠的竹色面 wich不容易 没有用卜味 Stevens 很似的 可以吃到它的甜甜的味道 没有面香的味道 我老怕人,我觉得它和全宫铺口的清皮仍有差距 我非常欣赏和喜欢表面炸酸和纸菜 这一刻是很好,因为它提升了味道和口感 这是我超喜欢的东西,但河内河太少,整碗都很喜欢 我认为汤色很清,但它的味道也很清 没有鲜甜的味道,它真的不明显 鱼味也不明显,不明显,不适合你试试 我猜是没有放入味精 你很浓郁,你很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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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碗鱼蛋面的味道最重的就是鱼蛋 嗯,很浓郁 我吃过更好的鱼饭面 它是水准线的,合格线 我觉得很好吃 真正欣赏它是,它会有不同的地方 拿些芽菜,拌饭素,炸蒜,混合一混合 真的会改变整件事的口感 只不过,我不是买单的 我楼下的那间是18元 你知道我那间是哪间的 没那么大盒 但是它,我觉得我楼下的那间似乎好些 不过,这间店铺也適合一些 想过来拍摄相,打相机,年轻一点的鸣鱼 是,你已经搞到我乱了 我又听着你说话 一下子,我觉得我都脱了 你脱了,你脱了 从这里摘 但是,它是适合一些年轻一点的 想吃一些不同风味的鸣鱼 可以过来试一下 最后请你记住,姚大秋大师 全世界的人都乱了 你们都叫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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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